花蓮市的国薪礼在元宵节前期也举办了友善幸福家园提灯笼 请元宵的游街活动 希望社区的民众都可以和家平安福音满满一整年 花蓮市国薪礼长于国金表示 在元宵节这一次活动非常感谢花蓮政府的支持 以及主办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协助 参加与元室内举办 为了这次活动也发动很多志工 将灯笼组合成品 让前人共襄成人重 无需要再组合就能够获得成品的灯笼 今天前来的都是我们周边的邻居 好朋友乡亲们一起共襄盛取 提灯笼庆元宵 那这次非常感谢我们主席的办单位团结一致 而且我们这一次把所有的灯笼 都全部在所有志工的团结之下 把350个灯笼把它做好 那今天主要就是让小朋友 大朋友开心的提灯笼庆元宵 那这次的我们基金规划的提灯笼的活动 我们在国心里的社区游街 然后感受一下 呃 元宵姐的快乐的气氛 现场来的三百多位的大小朋友们 在幸福快乐的气氛之下 首席的笼兔灯笼游街 反走过原定规划社区游街路线全城 大小朋友们 则是由华林圣服务器服务中央主任 方张县林代委县长 爹底发送县长好运年龄福导不带 以及代表立委扶庆其立临的主任 才会将发送乖乖宣导品环宝带 美国经表示这次活动很特别是有很多 大小朋友一起一起来提灯笼 带动社区的人经历 也添加庆祝元宵节的气氛 记得欢迎欢迎收到